这一代是 刚刚下楼去拿叮咚买菜的 超大的大葱 然后还有一盒的鸡腿肉丁 这一代是鸡蛋 然后买了一盒火锅的净菜 军书拼盘 这个以前买过 我觉得挺好的 还有一瓶美汁原成汁 姜 还有土豆 香蕉 跟养乐多 小小小 我会为你付出我的全部 想你送的一个最迷人的礼物 从来不会就让别人去嫉妒 迷路 迷失他18岁的同道庆祝 别忘了再给我个拥抱 将让赵点害怕欢迎来到六月六 所有事情删到一遍全部放在路线后 i can say ok 从来没有separide happy birthday 烦恼全都生卖在 在 在 这你自己怎么样 这么有补装 吃饭 当然有空了 刚跟手了 妹妹投个脸 有没有 找她啊 算了吧 你太渣了 秒准好机会 我想全部找你的爱 可差点净个叫我后面 这次店员拿给我最后一盒的猪后腿肉 崇敏的后猪腿肉 你其他的后猪腿肉都卖完了 不论此今天的肉类还剩蛮多的 天的肉类 库存笔 盒满还要多 都还很充足的 这个影片拍摄的时候是3月30号 那一天 奥勒奇是要求要进店的客人 都要出示核酸检测证明的 所以他的人流就没有河马来得多 解封后第一件事你们想要做什么呢 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喝冰拿铁 然后一定要去剪头发 我现在头发已经整个太长 太笨重了 最近几天比较常叫的是饿了吗的外卖 叫的是全家 我全家买的都是饮料 果汁 面包 蛋糕类的东西 然后有一天我终于在这段期间第一次在买团买菜 买到东西了 那一天6点其实我原本没有打算要起床的 就是突然醒过来也就想说怀一下手机号了 没想到就买到了矿泉水跟鲜奶 然后最近河马是完全不能下单 叮咚的话是商品非常的少 像超商的全家或者是罗森 他们在饿了吗或美团 这个不太一定的 你就是随时要去刷一刷 接近饭点时间 比如说中午的话就可能11点到12点之间 上架的店家会比较多 那你就会有比较多的选择 像现在已经快进入5月 就期待能快点解封吧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